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文藻外語大學的實習生吳婷儀 今天來到這邊參訪一些明清的古建築 然後現在這個是石家大戶 這是第一次來到這邊,就覺得非常的震撼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的戲樓 是他們的設計啊,是採冬暖夏涼 然後空氣的對流非常的暢通 還有一些他們精心設計的地方,我覺得他們都非常的細心 像是還有他們那個牌樓,門當戶對的部分 前面是有繡那個鶴,代表長壽 總共有九支 然後還有一個巧思在裡面,我非常欣賞的是 它裡面繡的其實是當時的錢壁 那為什麼要繡在裡面呢? 是因為外面給人家看的是,就是錢不外露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樣子的巧思 在這些建築裡面,如果是細細去觀察的話 都可以去發現 像是像這邊,這片牆 它中間就含有三層的部分 中間有一層木頭 然後上面,上面的部分比較平滑 下面是因為被水侵蝕過 就可以看到這個歷史的痕跡 非常的震撼 這次實習的部分,我在組裡面 總共有三個人,然後我是負責文字的部分 所以說,剛才聽的部分 聽了...還蠻仔細的 對,大概是這樣 一,大概是 在這裏青春 有一個大片 那是為了 擁有雜物 還是這裏青春 有一個小臣 可以聽到嗎? 那是